新华县地处湖南省中部 东林繁华的长珠潭城市群 背靠连绵不断的湘西群山 是古朴神秘的梅山文化的发源地 独特的立地位置与深厚的历史积淀 让这座大山深处的千年古城 孕育出了独一无二的生态美景 与令人嘖嘖称奇的地道美食 大家好 我现在是在湖南省新华县的紫雀界 而我身后就是紫雀界提田 每年也会有很多的摄影爱好者慕名而来 而在这里比美景更吸引人的就是美食 小小的新华县光农家乐就有上千家 而在当地还有一句俗话 住在楼底吃在新华 那我们今天的任务呢 就是去寻找最地道最正宗的农家美味 为于新华县水车镇的紫雀界提田 起源于先前时期 是古梅山标志性的人文景观 千百年前 当地的苗瑶仙辈凭借自己勤劳的双手 为后人建造起这如风景画一般的美丽提田 迷人的梯田美景 又随着四季变化万千 各有神韵 让这里成为了无数游客 和摄影爱好者心持神网的地方 我几乎是每个星期回来一次 或者说有的时候说凌晨三点钟的时候 你开车上来 觉得这段话 就是说咱们这边的风景特别的美 然后远离大都市的喧哗 然后感觉到心里特别的平静 独特的纯岩细水形成了天然的自流灌溉系统 也让紫雀界的祖祖辈辈们 得以在此开垦造田 繁岩生息 大姐你好 找什么呢这是 找鱼 抓鱼呢 对 这有鱼 对 这个鱼是基点里面找鱼 这鱼准备怎么做呀 这个鱼 那个是抓回去做那个水水鱼的嘛 鱼洞 对 没听说过这种做法 好吃吗 好吃 是我们的水车的吃饭嘛 郑大姐是附近农家乐的老板 水车鱼洞是她家的招牌菜 据说制作水车鱼洞 必须选用当地的山泉水 和养殖在稻田中的鱼 才能做出来 这种鱼不知饲料 只吃稻碎上掉下来的稻谷 杂草和野生昆虫 而且生长周期很慢 当地俗称稻花鱼 为了满足食客的需求 她每天都会到自家的梯田捕捞新鲜的稻花鱼来制作鱼洞 那么这被称作新化一绝的水车鱼洞 到底有何奇特之处呢 地道的特色美食往往选材讲究 却有着极其简易的制作过程 借此最大限度的保留食材的原味 传统的水车鱼洞制作工序更是出奇的简单 将稻花鱼切块后洗净放入沸腾的山泉水中 加入少量的盐小火慢炖即可 但除了水和盐 郑大姐还把一种绿色的树叶放入鱼锅内一起炖煮 那么这种树叶又是用来做什么的呢 郑大姐 这个叶子是什么调料啊 这个是香叶 香叶 对 就是我们首先做那个鱼灯 直接放那个香叶 放那个盐就行了 那个香叶只能做鱼就更好吃 香叶是一种天然的植物香料 在烹饪鱼类时加入几片 进煮过后 香气四溢 鱼腥味全无 因此也叫鱼香叶 鱼香叶仅分布于湖南中西部的山林中 因此较为珍贵 大山母姓慷慨的赠鱼 加上紫雀界人在美食上推陈初心的态度 尽数凝聚在这一道传统名菜中 炖煮三十分钟后 捞出鱼香叶 将鱼块连汤汁一起盛入碗中 胶质十足的稻花鱼 浮以富含矿物质的山泉水 在低于18度的室外放置一段时间后 鱼汤自然冻结 配上当地产的剁胶 水车鱼洞就做好了 现在这个鱼洞经过降温以后已经好了 对 你看咱刚开始盛出来的时候 就是一锅很普通的鱼汤 对 但是降温了以后 现在都变成了高状 像果冻一样 像果冻一样 都倒不出来 还颤颤悠悠的 一定特别好吃 尝一尝原汁原味的鱼洞 到底有什么味道的 这是一种胶质的感觉 这勺下去就能感觉出来 好像这个胶质的一样 就跟果冻一模一样 对 那很老师 先尝一下 透明状的 好吃吗 冰冰凉的 对 而且特别的鲜美 还有一点甜 刚开始到嘴里 是一种固体高状的感觉 然后时间稍微长一点 就会化开 是那种特别浓稠的汤汁 而且味道也从刚开始的清甜 变成最后的鲜美 对 尝尝我们这里的紫米饭 好 紫米饭 对 我们这个米就是根米 跟那个黄上吃的 对 那肯定是特别好的米 对 看咱现在日子多好 以前黄上吃的 咱现在都可以吃了 对 尝尝 对 特别的 特别香 特别糯 像我们的地方 就是这个米 那个老人 九十多岁了 那个九十多了 还能够种田 还能够种这个米 那咱们这边人都很长寿了 对 九十多岁了 还要去种这个米 可见这个米是有多少欢迎 对 早在多年前 郑大姐的手艺就民生在外 许多游客更是专程赶上几个小时的路程 只为尝一碗大姐亲手做的水车一度 这几年 随着当地乡村旅游的发展 郑大姐家的农家乐也越拌越红火了 如今越来越多的村民都像郑大姐一样在家办起了农家乐 村民们守着家门就能过上好日子 也把家乡的老手艺一代一代的传下去 这些美食是他们不变的相情和永远的相仇 水是滋养万物的灵魂所在 也是制作美食必不可少的元素之一 新华人便善于运用这一股股流之不尽的山泉水 制作许多看似简单 却又别出心裁的独特美食 清晨龙仆村的罗大姐打来附近的山泉水 开始和大伙一起制作拿手的农家威豆腐 这里仍采用传统的石墨工艺 墨制豆汁 避免了机械制作而造成的营养流失 将浸泡好的大豆磨制成雪白的豆沫 过滤完豆渣后 再放入特制的容器中煮开 再装入筐内 过滤多余的水分之后 新鲜的豆腐就做好了 传统的工艺 甘甜的山泉水 让这里制作的豆腐色泽洁白 质地细嫩 接着 把豆腐放入炭火中微制 火候的把握 直接关系到微豆腐口感的好坏 将烧红的木炭屑 从土灶内翻出 再把制作好的豆腐 整齐的码放进土灶内 用炉灰均匀地覆盖在豆腐表面 几个小时后 炉灰的热度充分熏熟豆腐 农家煨豆腐便可以出炉了 这哪还是一块豆腐 这不就是木炭吗 大姐 这豆腐好吃啊 好吃 这个是我在糊里面煨出来的 是啊 这怎么吃啊 这上面像是灰呢 好了 灰 长干净 炒起来就好吃了 这刚出炉的煨豆腐 虽然其貌不扬 却是地地道道的新化美食 由于在高温的炉灰中 封存数小时 使得原本细腻的表皮 变得结实而有弹性 再加上吸收了草木灰的熏香味 更加烘合出了豆腐本身的豆香味 在新化当地 用微豆腐制作的菜品种类丰富 各具特色 成为了游客们追捧的农家美味 这豆腐还真是外焦里嫩的 外面经过草木灰煨过以后啊 会形成一个比较薄的一层膜 然后里面呢 就是豆腐原来那种水嫩 这种包裹着的感觉 会觉得这个豆腐会更嫩 而且口感更好 很好吃 哇 好景了 我觉得不错啊 其实我刚才能够感受到几位大姐的热情 但是我没明白几位大姐唱的是什么意思呢 这是我们地道的那个敬酒歌 哦 这是当地的山歌 对啊 敬地道的原生的山歌的 也应该有很多年的历史了 对啊 以前我们唱到那个中南海 唱到毛鸡去听过的 这是这样的歌 哦是吗 对 那我们今天太幸运了 谢谢 谢谢大家 祝你们生活幸福 谢谢 谢谢 来咱一起干一杯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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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挡的山歌 唇香的米酒 彰显出新画人的热情与好客 而新画人火辣的性格 同样表现在对美食的追求上 不拘泥于传统的形式与概念 各种奇特的食材 在他们激战的厨艺下 变换出一道道令人咋舌的美食 哎 准备好 你好 都忙着的 哪位是农家乐的呀 对 您是 是老板吗 老板 哦 我听村民说 你们家有一种能吃的根叫鸟不落 是 有这种菜 有有有 现在还能吃到吗 嗯 能吃到 比如到撒撒之后啊 那您带路 我跟着你们走 好好好 那你们跟我们走吧 大山环绕的天门乡 生态环境优越 自然资源丰富 这里古树成群 树木种类繁多 而村民口中能吃的神奇树根鸟不落 也深藏在这片茂密的森林中 这个就是北野不落 哦 它就是 对 这上面全是刺儿 像仙人掌一样 你看 手都没有地方落 就何况是鸟了 根本没有落脚的地方 对 所以叫百鸟不落 是吗 对对对 这种名叫鸟不落的 有刺灌木 虽然多数体型矮小 但是根系却十分发达 它的树根是一种中药材 有活血化淤 驱失防寒的功效 同时也是当地农户餐桌上 必不可少的美味 鸟不落炖猪蹄 是当地村民招待远方客人的拿手菜 江县挖的鸟不落根去皮 只留下中间的纤维部分 洗净后歇丝 再与当地的土猪蹄一起放入锅内 加入少量盐进行调味 然后小火慢炖即可 村民们觉得只有这种最简单 最传统的做法 才能把这种来自大山的真修味道 烘托到极致 半小时后 猪蹄的浓香完全被鸟不落根所吸收 撒入葱末点缀蹄味 营养美味 肥而不腻的鸟不落根炖猪蹄 就做好了 这把热红烛的汤啊 放了这个鸟不落以后 会跟我们平时炖的这个猪蹄汤 会更浓郁一些 而且这个根系呢 吃起来会很面 吃到最后好像是吃了一口豆沙的感觉 那种颗粒小颗粒的感觉比较好 你们吃的味道怎么样 吃喝喝 很鲜美的 好也会油 尤其是现在天气比较凉 冬天了吗 鲜美比较低 湿冷吗 喝多了 否则一碗热乎热的汤 喝一口 心里很暖和 我都快喝完了 快搞完了 一根貌不经人的树根 在村民的手中 灌化成令人垂涎的美味 而大自然赐予新华人美食上的灵感 还远不止这些 温润的气候 独特的地质结构 让这里出产的粮食作物种类丰富 新华人用这里生产的粮食 也能制作出各种令人意想不到的美味佳肴 鲜子对土壤的要求不高 有着很强的耐汉耐贫瘠能力 因此在旧时 新华当地的许多村庄 都会种植一些鲜子来做备用口粮 而现在人们的生活水平日益改善 鲜子又因营养价值较高 作为一种食补的粗粮 回到了百姓的餐桌上 鲜子最常见的吃法是鲜子八蒸鸡 用猪油烹饪鲜子八 使得原本难以下咽的粗粮 经过猪油的浸泡后 更加的饱满酥脆 再配上炒制鲜香的三黄鸡块 一起放入铺满芭蕉叶的蒸笼中蒸汁 饱含鸡味的油脂 渗入鲜子八中 鲜子八的糯香 鸡肉的鲜美和芭蕉叶的清香 在高温下完美融合 很黏 对 炸完以后外面会有些粗脆 然后里面是软的 还有点甜味 跟这个鸡炖在一起啊 好像还能吃到鸡的那种鲜美 我们这个地方有一句熟话 就没上过高山 不知道平地 没吃个铲子八 不知道粗细 就这样 吃了铲子八才知道什么样的 是粗粮细粮 才有个粘液 对 虽然是粗粮磨成的 但是还是很细腻的 吃在嘴里有点像 这个红薯粉感那种感觉 对 很香的 很香很细滑 但其实都是地地道道的粗粮磨成的 这才是纯重的农家味 而且我们现在吃饭的一个环境 你看 在我们背后 就是一片青山 山顶上都是云雾 然后吃着地道的农家菜 才能够感受到这种香土的气息 才能真正的接地气 然后尝到我们地的地道 它很农家味道 对 新化的饮食文化流传千年 依然在香菜大军中独树一帜 大山母心的馈赠 也让这里的美食更加丰富多彩 四月变迁 如今 新化大大小小的农家乐已搭上千家 独特的新化美食 冲出了大山的阻隔 悄然发生变化 但不变的是新化人对家乡美味的那份独特的情怀 新化是农家美味的天堂 这里的美食数不胜数 天然的食材 传统的做法 都能够让我们品尝到最地道的农家美味 而当地人热情质朴的笑容 也让我们在这个寒冷的冬天 留下了一次充满温馨回忆的旅行 美丽中国行 生态上省油 我们继续出发 美丽中国行 你知道关中有什么特色民俗吗 你知道银银面的银字怎么写吗 你知道羊肉泡馍到底怎么吃才好吃吗 好香啊 你知道世界上最早的方便面是什么吗 游走大唐盛世 体验关中风情 敬请收看 专家村里 牛关中 龙信银快会真的很方便 提示您关注节气变化 寒冬 鸡肥 那月天 乡村法治剧场 每周五晚6点05分 上演抠人心弦的法治故事 持续关注三龙与法 解读法律 解剖人生 一斤大米卖出五十元 背后到底有什么玄机 扑沙子不打药 少浇水 门外汉琢磨出的怪招 到底有什么科学道理 科技院马上为您揭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